有初宝说老花姨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个花迅速开花吗 有 买个编帽 茶里边一炸就炸开花了 你在想什么初宝 你就这样在问老花姨有什么办法迅速让这个女的给我生孩子 那很简单 首先你要调节情绪让她喜欢你对不对 花也是 首先你得让她自己想开花 你比方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长柱花 长柱花这种的它需要控制光照 如果说光照时间很长它就不开花 怎么理解呢它害羞 它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 它才做羞羞的事情 是吧 所以说那长柱花是短日照要控光 每天不超过八个小时 最好是六个小时左右 其余的时间一点光照都不能有 什么灯光都不行 整个的给它黑乎乎 它就会去羞羞羞 明白了吗 如果说是已经带花包了 你比方说像茶花的这种 你看我们现在也卖了一些茶花 你想让它迅速开花 有什么办法呢 你把所有的花包都给它去掉 就留一两个 它开花速度就很快 因为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了 对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 温度稍微高一点点 只要是温度高 它开花的速度都会很快 但是你不要高于四十多 四十多都整糊了 那肯定是不行 也可以适当地用一些肥料 你比方说如果说我大肩子怀孕了 正常比方怀孕十个月 我大肩子怀孕之后呢 它吃得很好 九个月就就临盆了 发育很快 营养很高 这是给肥料 明白了吗 哎 现在也没什么呀 你还迅速开花 你关键是你得先让它想开花 它才能迅速开花 明白了吗 但是我又很纠结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它基本上花开了之后 像这种很多的花 是如何让它开得慢一点 延长花期 其实你问的那个是 如何让这个不开花的迅速 长花波迅速开花 每种花不一样 长寿花要控制光照 兰花系列的要控制温度 种球系列的要定型低温春化 你速度再快只能快几天 不可能达到特别快 要么大就是怀孕 你再快也得八九个月之上 你低于七个月它没发 胚胎都没成熟呢 你是让它怀孕 让它生孩子 那不现实 听懂了吗 月速则不达 路慢慢息 祈求远息 点个关注 慢慢学吧 植物的速度比人慢了三十倍 你的一天相当于植物的一个月 明白吗 要有耐心 别着急了 我90年的猴子 我猴急猴急的 现在一点都不急 点个关注呗 兰花最正义 白乐之伯 可以 可以 嘿嘿